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两次课 我们讲了慈福 讲了秦汉的文章 今天这次课 我们讲汉语福 汉代的语福 在我们的文学词上 它是非常有地位的 那么什么叫做语福呢 我们大家要知道 约福这个概念 我们今天讲的约福是诗歌 古代的约福的概念是从音乐机构的名称改编过来的 所以我们先看看我屏幕上的第一点 关于约福的概念 约福的概念本来是古代音乐的官术的名称 本来是音乐官术 副嘛 政府的副字嘛 对不对 它本来是一个音乐的一个官术 约福这个名字呢 开始于秦朝 秦的时候有约福 那么到西汉的时候 贵帝 就是刘邦的大儿子 汉卉帝的时候呢 朝廷里有一个官名叫做约福令 这个我们今天地下出土的资料 材料已经可以证明了 那么到汉武帝的时候 这个约福的规模比较大 汉武帝喜欢音乐 他皇帝时间做的长 他做了五十四年皇帝 是吧 他的约福规模比较大 他掌管什么呢 掌管朝会 音响 道路游行 是所用的音乐 那么 监彩民间的诗歌和乐趣 到那个时候 约福约福啊 都是音乐机构的名称 音乐机构的名称 那么 到了魏晋以后 魏晋以后 人们为了方便起见呢 他把约福所唱的诗歌也称为约福 把约福所唱的诗歌也称为约福 因此 那个时候呢 约福便有机构的名称了 变成一种带有音乐性的 尸体的名称了 尸体的名称了 所以我们今天讲汉语符 讲唐语符 往往就是唐队的一种诗歌 一种诗歌 一种约福诗歌 那么 今天我们研究汉卫六朝的约福诗 那么我们主要依据的是什么呢 依据的是宋代 有一个人名字叫郭茂茜 郭茂茜 编了一本书叫《约福诗经》 这幅书里面呢 我们 因为他是宋代人 他收集的还比较多 材料比较多 那么 宋代的郭茂茜对汉朝到唐朝的约福诗呢 进行了全速的收集 并且进行了分类 他把它分成12类 这12类 大家看看屏幕上面 一类是娇妙歌词 娇妙歌词 娇妙歌词是朝廷里面设立的 那么 像我们今天呢 过年的时候啊 碰到节会的时候啊 那演奏的构词呢 那个叫娇妙歌词 第二个是艳寿歌词 第三个是鼓吹歌词 第四个是横吹曲词 第五个是香河歌词 第六个是青霜曲词 第七个是吴曲歌词 第八个是金曲构词 第九个是杂曲构词 第十个是静带曲词 第十一个是杂歌谣词 第十二是兴约福词 今天我们讲汉代的约福 那么汉代的约福呢 主要保存在香河 舞吹 杂趣的三类当中 杂趣的三类当中 香河是什么意思呢 香河是美妙的民间的一种音乐 所谓香河是一种演唱方式 还有思索更香河 和人声香河两种意思 那么古吹曲呢 这是五帝的时候 吸收到北方民族的一种新声 当时主要是用作军乐 古吹 古和吹这两种曲 非常雄壮的 它主要用于军歌 军乐 那么杂趣呢 这是一种声调现在已经是传认的杂牌的曲子 下面我们讲讲 汉乐福明歌 汉乐福明歌 今天我们看起来 它流传下来 流传下来 这个数量还是有一些的 今天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几类 分成几类 汉乐福明歌 今天流传下来的四个 这个当然是我们今天的分类 有一类是揭露官僚贵族的浮秀与残暴的 反映人民的生活悲惨遭遇的诗篇 比方说《平临东》 比方说《东门行》 比方说《复并行》 比方说《摩上桑》 这些诗歌啊 都反映了当时的一种社会的一种现实情况 那么具体的 我这里屏幕上有的解题啊 我们等会儿讲具体诗篇的时候再给大家讲 再给大家讲 第二类约福诗歌呢 我们今天看起来它是揭露战争和遥跃 带给人民的最难和痛苦 最难和痛苦 比方说《战城南》 战城南 它是一首打枉正枉四座的诗歌 《舍五重军行》 描写一个老战士回乡以后啊 无家可归的悲惨情节 第三类呢 是反映爱情和婚姻问题的诗篇 爱情和婚姻问题的诗篇 比方说上演 比方说上山才迷腐 比方说白头云 都写得很好 具体的我们等会儿给大家具体讲一讲 第四类是反映劳动生活的作品 劳动生活的作品 下面我们通过具体的诗篇 我们讲了以后啊 我们再给大家看看 这个作品选呢 我们说在第一册 第一册 主动人作品选说在第一册 《战城南》 《战城南》 《战城南》是一首反映当时的战争方面的一首诗歌 大家看看 这首诗歌反映了讲什么内容 《战城南》 《战城南》 《死过北》 《也死不长乌可时》 《唯我唯巫》 《且唯可好》 《也死量不壮》 《扶若安冷》 《去子逃》 《水深几节》 《不为明明》 《萧綦》 《战斗死》 《龙马》 《赔回明》 《良作事》 《何一南》 《何一北》 《何说不和君何时》 《愿为忠臣安可得》 《私自良臣》 《良臣臣可思》 《朝行出共》 《目不燕归》 大家看看 一上来就是 《战城南》 《死过北》 实际上描写的 是惊喜了一场战争 《臣过》 《臣是内臣》 《国是外臣》 《外臣》 《外臣》 《我们中国有很多的城》 《我小时候的时候 我们城前还都在 《县城里都在》 《比方说四方的一个城》 《一个城》 《一般的城是四个门》 《东南西北四个门》 《我们中国人的风水习惯》 《北面往往有山》 《当然北方的很多平山上 它不可能有山》 像我们浙江的城 往往是西面 北面有山 那么南面 东面比较平坦 城 城有时有郭 郭叫什么呢 叫外城 也叫翁城 比方说 我这里东门 它有个翁城 翁城 就是再套一层城 假如打仗的话 先守外面这一层 先守 一般守住就守住了 实际上也守不住 把我们里面一层城还可以再守 我们大家看《三国演义》的时候 周瑜跟曹人打的时候 冲进了这一层 冲进去了 结果这一层把它关住之后 曹人人埋伏在里面 它溅冲 城墙到四面兽下来 《水浒传》里也有描写 这一层 有时故意把它放进来 人人把它关在这一层打 这一层打 这个就也是城 这个就是郭 这一层就叫郭 外城 那么这一层城叫内城 你像北京它城门就很大了 城门很多的 不止四个城门 很多城门 很多城门 所以这里城南过北 这个是 相对来说 相对来说 就是外城内城都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战斗 激烈的战斗 也死不到 无可食 也死 一个人在外面打死了以后 没办法买撞 是不是 就是我们死死憋野 打死了之后 我们大家知道一场大战打了以后 这个尸体都是很多的 也像我们 抬着一张大战 或者什么大战 往往人有时候死的人是很多的 很多的 也死不到 污可食 污 是一种鸟 是一种鸟 污 污今天我们叫乌鸦 我们很多同学可能觉得 乌鸦这个事情 这个东西 这个乌鸦实际上是一种鸟 是一种鸟 我上次课好像给上次课给大家讲过了 这个乌的演变过程 乌鸦实际上是一种迹象的鸟 开头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它是一种迹象的鸟 我们中国的东南沿海 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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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徐州这一带 好像很多的图腾 我们根据地下出土 都是一摇来作为图腾 作为图腾的 这个乌本来是很好的一种鸟 后来发展到某一个朝代的时候 可能到唐宋的时候 慢慢地演变了 人们对乌呢 比较讨厌了 比较讨厌了 我到马来西亚去讲学的时候 马来西亚的人带我到马六甲海家边去玩玩 到处都是鸟粪 马来西亚朋友告诉我 他说本来这个乌鸦呢 马来西亚是没有的 后来发现这个树上有很多的虫子 它们引进了乌鸦 当时乌鸦大家都很欢迎 把这个树都救活了 但是乌鸦的发展的程度太快了 到处都是鸟粪 大家又有点烦了 这一个演变的过程 也死不障 乌可食 这里的乌碗没有贬义的意思 也死不障 就是一种鸟可以把它吃掉 鸟喜欢吃腹肉 有些也喜欢吃新鲜的肉 我暑假的时候到西藏去了一下 西藏看不到坟墓 它基本上一个人死了以后 它就天杖 天杖就给鸟吃 也蛮好吃的精光蛮好 这里讲了 唯我唯物 提我跟乌鸦讲一下 要求乌鸦在做什么事情 在吃尸体以前做一点事情 切尾克嚎 这个嚎就是口字旁一个嚎放的嚎 嚎就是哭 切尾克嚎 因为我们中国人的习惯 人死了之后是要哭的 哭的声音越响 哭的人越多 表示你这个人 在人们当中威性高 人缘好 是不是 我们中国人 大家想想看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引起这个同感 一个老人死了 很多人就哭 我们讲 我们讲 吐司的时候 讲到 吐白皇 他从秦国司提运回来的时候 吐国十万人出去 迎接 哭 这个场面就很大 你像我们中国 中文类去世以后 十里长街 这个北京人 宋总理 大家都哭 因为他为中国人 做了很多的好事情 好事情 所以这里面的战场上死人的人 人死是没有人哭的 没有人哭 他们说灵魂不得安宁 那怎么办 请乌鸦哭 请乌鸦哭 且乌鸦当然不会哭 那么好 好也可以啊 我们中国人有时候 人死了之后 一边哭一边叫 对不对 讲很多很多话 这个也叫好啊 大家也没看过赵本山的 演的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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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什么什么电视连续剧啊 他里面赵本山也带了 这个小孩子哭啊 啊 谁家死的人他就哭啊 他他他他他他演这个 演这个角色 农村里有的 啊农村里有的 有些人家里人比较少啊 他故意搬 故意帮自己的哭啊 哭 呃也有的啊 这个我们电视剧里 我们也看到过 切尾克豪啊 你你你你 鸟呢叫他哭呢 他哭不出来 他就嚎叫 是不是啊 就叫 那么你为克豪啊 野死梁不壮 福若安冷 去自逃啊 反正这些打死的战士 死的野味啊 估计没有人葬了 啊 没有人葬了 为什么呢 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 战城南死郭北 从城南城北这个地方 发生了一场很激烈的战斗 我们中国古代一个习惯啊 中国古代习惯 如果供这个城 这个城遭到抵抗的话 供打这边 如果打赢的话 他就屠城 中国的习惯呢 他就屠城 啊 屠城 我上几个给大家讲 下雨本纪的时候 咸阳没有抵抗啊 对不对啊 呃 那刘邦把他下来了 刘邦之后的越乎三藏 所以刘邦很多人心啊 结果下雨去了 他还屠城 对不对啊 都屠掉 这个是没道理的 因为他没抵抗啊 没抵抗不能屠城啊 也死屠城屠了以后呢 肯定没有人葬了 双方死的战士啊 我估计有些葬了 有些没有葬了 我们从这里面 以上两句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他的诗歌里面 包含着深厚的意思 啊 深厚的意思 啊 下面是情景交融的一种描写 水圣季节 不为明明 啊 抒请他写警 叙事他写警 啊 萧綦战斗士 怒骂赔回名 啊 萧綦 勇敢的 那种战马 都已经死掉了 啊 都已经死掉了 那种运粮食的 运击重的那种奴马 啊 啊 他倒部队战斗的第一线 他们在陪毁 他们在名叫 啊 战马 那种马的名叫 啊 梁作识 何以南 何以北 何说不和 君何时 梁作识 梁作识 这个自由集中解识 一种解释 这个梁本身就是 北方的一种虚词 啊 一种发语词 梁 没意思 就是一种发出一种声音 啊 作舍 啊 作舍就造房子 造房子 何以南 何以北 啊 人也没有了 造了房子 要干什么呢 也有 也有 一种解释说 梁就是桥梁 桥梁上面造了个房子 北方好理解啊 大家有没有看过一场电影叫 董承睿 看过没有 董承睿 是不是啊 董承睿 炸碉堡 他就是桥下面 桥上面就是一个碉堡 把他炸掉 因为我们大家知道 古代的桥啊 如果打仗的话 如果到桥上造一个堡垒的话 往往就能就很难通过 啊 很难通过 是不是描写这种情景 啊 是不是描写这种情景 也可能 啊 也可能 北方啊 我们大家知道 一马平川 啊 一马平川 他打仗的时候 如果这座桥 桥比较少的时候 在桥上造一个房子 我跟你打 啊 所以 梁就是 何一难 何一北 啊 何一北 何说不活 均何时 啊 现在到处都得打仗 没有粮食 没有粮食 人们吃什么呢 啊 人们吃什么呢 战争的时候 最贵的就是粮食 啊 没有粮食 吃什么呢 愿为忠臣 安可得 斯是良辰 良辰 辰可思 愿为忠臣 啊 愿为忠臣 安可得 我们希望能够得到忠臣 我们希望人都要做忠臣 我们中国古代的时候 无论是能于梦子 啊 无论是小说三国演义 写的都是忠臣 啊 无论是戏剧 写的都是忠臣 一个人要做忠臣 忠臣安可得 你死掉的人啊 实际上都是忠臣 失字良辰 良辰 辰可思 啊 第一个思 啊 思 思呢 我们这里也可以作为两个意思 一个思就是思念 啊 思念里啊 你是一个良辰 良辰辰可思 但第二个思啊 啊 还有这两个思还有个意思 思 我们 1976年的时候周恩雷去世以后 一位著名的诗人 啊 柯燕啊 柯燕 呃 一位著名的诗人啊 他写了 啊 写了一篇诗 叫一月的A诗 好 大家看看 一月的A诗 能不能大家帮我解释一下 A诗什么意思 啊 A诗什么意思 两个同学 能够讲讲吗 我同学 A碳的意思 好 其他同学看看有什么意思 没关系 讲错 没关系 讲错 啊 啊 C就是A A就是讲得非常正确 啊 讲得非常正确 这是同一副词 呃 有个人 后来发过一个解释是B的思念 错了 啊 错了 A就是C C就是A 同一副词 啊 那么这里面呢 诗字良诚 良诚 诚可思 可能这个诗啊 我们大家看看 这个诗应该就是A的意思 啊 B的你啊 因为达诗的人都是忠诚 是不是啊 这个 我B的你啊 你是个良诚 你是个忠诚 啊 忠诚良诚 是这诗 值得我们B的 啊 A道的 值得我们A道的 是不是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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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首 这一首 汉语符里面啊 A道那些战士 啊 朝醒出贵 目不厌归 早上 出去打仗 晚上回不来了 战斗死了 啊 战斗死了 大家看看 这个真的是啊 这个是 非常的 非常的 悲的一件事情 啊 非常悲的一件事情 啊 好 啊 嗯 啊